去年在苗栗的昆渝的案件 好几次的深夜 好几次的清晨 好几百个黑衣人 在对居民殴打 在对居民欺负他们 我要跟大家说 延亲彪家族 就是昆渝掩埋场的股东 周东景的道上好兄弟 就是这件案件后面的木收黑手 我们看到 这就是柯文哲跟他们站在一起 柯文哲正在做的事情 我想请问大家 跟这些牛鬼蛇神站在一起的 算是什么第三势力 我也要给告诉大家 跟这些鱼肉乡民站在一起的 算是什么超越蓝绿 所以我们应该要有立场 我们当然也必须要有立场 我们要很明确的告诉他们 你跨越了这道红线 你不应该跟黑金势力站在一起 不管这个人是赖清德 或是侯友依 或者是柯文哲 都不应该跟黑金势力站在一起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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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